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拍出了很高的价钱 其中有一个公共话题 就是马云 马云现在叫马良 神比马良 你知道有个人叫曾凡志吗 我不知道 曾凡志是画家 曾凡志的画儿创造过 天价1.8亿 1.6亿 还是加用金什么的 反正就是上亿元俱乐部的画家 当然这个事就是说 现在当代艺术的拍卖价格 这是个很复杂的话题 它跟它的艺术价值 这咱不好说 但不管怎么说 冯小刚你也知道 冯小刚跟曾凡志也一起画了个画 就是也是卖了上千万 然后这次呢 马云跟曾凡志画画 他们出来一个照片 左边说 说这个买马云画的人 和教马云画的人 一个是曾凡志 一个叫前锋雷 前锋雷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后来知道他是谁了 怎么叫后来 因为我不知道前锋雷是谁 但是我知道有个叫前多多的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前多多就是前锋雷 因为有一次 我是在奄然基金的一个 那个慈善晚会里面 然后就有一个人很可爱 就跑过来说 你好你好 我是前多多 我说你叫什么 我叫前多多 我说你真的叫前多多 对啊 就是前多多的意思啊 然后所以我就对这个人 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但是其实那个样子 我并没有记起来 但是这个人的名字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的性格 还有他的这个行为举止 还有他的名字 给我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名字仅次于图幼幼 是是是 所以说马云身边奇葩多 这玩意真是同类相相相相投 是是 后来后来我看到 原来是他用电话拍下来的话 我也就不不不觉得奇怪了 因为他其实在很多的 那个慈善的拍卖会里面 他都用 基本上好几次 他都用当晚最高的价钱 而且是完全超乎这个预期的价钱 把这个拍品拍下来的 要不怎么能叫钱多多呢 是吧 现在就是钱多多呀 4000加上用金 4220万港币 天哪 拍下了马云的这个 桃花源 和桃花源 因为马云是全部用于慈善用途的 保护环境啊 就桃花源基金嘛 就马云 那你可以看看他画的这个画 你看这就是曾凡志和马云 他们画了一个地球 听说是这个画了几个小时吧 直径79.6公分 马云说他感觉很爽啊 就是说这个第一次用油画来这个画 当然这个马良的这个作品呢 这不是这不是唯一的 以前呢 这个神笔马良也拍过几百万的 你看徐老师你要能认出这俩字 是什么字 我承认你是教授 画禅呢 这主持人头一回念 念成活禅了 这马云的书法 就是画禅 这是之前的 也是卖过几百万 再看 你瞧瞧 看出他是打太极拳的了吗 马云的话 这都是在 有几百万的这个价值 价格 没有价值 价格 而且那个淘宝项还有马云同款呢 对对 哎 这个事啊 你要说朋友圈 我就看朋友圈 哎 两种议论 因为我的朋友圈里有 有一些艺术家 这些艺术家 有一部分 是吧 就是我觉得是极其瞧不起马云 就说这种土鳖行为啊 你简直是侮辱艺术啊 遭见艺术 糟蹋艺术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是你这个这个 而且这个带带坏风气 你一个不会画画的人 画这么个烂七八糟的玩意儿 然后就卖四千多万啊 那这个你给这个给这个艺术界 或者最想做艺术家的人 是一个什么空气呢 难道有钱富有财富 哎 像香港人有句话就爱讲什么呢 邀请打一啥呀 就是有钱你就是老大呀 那李嘉诚还没画画呢 对李嘉诚也没画画 好像比尔盖茨画过吗 我不知道 我还没听过 好 这是一种观点 但是又有一些个拍卖公司的 也有一些个其他人就觉得 你们这些艺术圈 你们不要犯酸 就是说马云的这个行为 他这个是慈善拍卖 说实在话 他跟这个艺术品拍卖市场 不大是一回事 他是两件事 而且呢 呃 我还看着一个拍卖公司的老板 老板说 老板说 说这个 哎呀 我觉得这老板说的有点 有点是 市警器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说 马云的能拍出这么样的这个价钱 你要看看 呃 他的身家和他的朋友圈 就是钱多多之类的说 他说 那天我出去抽烟 我就看见马云和他的几个朋友进酒店 他说 我这一看 这几个人的身家加起来 那不得几千亿的身家 所以 这对他们来说 人家是人家之间玩的游戏 人家买了 人家全部做这个慈善 你们犯什么酸呢 甚至还说了 说你们艺术家干净吗 别跟我聊中国艺术家了 你们这里边这个恶心的脏事 是吧 我知道的不知多少呢 所以你看 就这事 就能够这样的两派争论 我觉得发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发心是什么 我不是 我不懂艺术的 我朋友圈里也没有艺术家 有几位画家 但是就说 我不是吗 你是表演艺术家 就是我觉得发心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 如果说你单看 那个曾凡志跟马云合作了一幅画 拍了四千多万天价 你可能会觉得 哇塞 这什么跟什么呀 但是其实这整件事情 因为他这个并不是第一例了 王中军 我的前老板 华业兄弟的那个董事长 他其实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大家知道 他一直在收藏很多的艺术品 但是后来他也开始画画 为什么 他一幅画都要画 卖四十万 谁来买都不打折 不会因为你跟我交情特别好 我就是要卖这个价钱 为什么他需要这笔钱去支撑 因为华业兄弟有一个慈善基金的部门 以前这个部门靠什么 靠我们可能华业兄弟的演员啊 或者是一些那个艺人捐款 或者是从外面募来的钱 但是毕竟募款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他最后他自己画画 然后凭借着自己的影响力 把这些画卖出去之后 一幅画四十万 四十万可以为这个基金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其实马云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 他拍了四千多万 他这全数的捐进桃花园的一个叫做 他应该算是一个环保类的一个慈善基金会 那其实这个发起人是谁 也是马云 这个慈善基金会发起人也是马云 那你说其实他也就是左口袋放进右口袋 对所以说呢其实马云这事啊 很符合当代艺术的某些规律 有些作品还真的就是自买自卖创造价格的 左口袋放进右口袋 但是你说这个创造的这个这个价值 毕竟他真的是一个曾经拍卖出天价的一个一个艺术家 那他加持过的他加持过的一幅画 我觉得卖出天价 而且用作慈善有什么不好吗 徐老师怎么看 我是判断不了 我讲这个名人的附加值吧 这是就是有的人呢 就是不愿意用这种附加值 一个政治家用这种附加值也 我在想毛主席支持那些 那些那些可以卖很高钱了吧 照理说 你不要说这两天屠悠悠 屠悠悠得了诺贝尔奖 屠悠悠好像还表示抗议呢 不知有人从哪找出屠悠悠写的信 现在卖卖几万块钱呢 就卖拍卖屠悠悠的信 所以说这个字以人贵啊 这是一直就是有这个现象 而且毛主席的诗词啊 他有正式版本 但是后来那个丁林刚到延安的时候啊 他跟他关系好 他给他写丁林专门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后来胡锋一直保持到很厚来 那另外毛主席把自己的诗从抄 抄给他有很多抄错 环球从此凉热啊 他环球一样凉热 倒中流积水 什么什么错 你想我们都知道 这写错的这个最值钱了 邮票错版是不得了的钱 所以我在想这些东西 可能也都可以在拍卖市场 卖很多钱 我亲生碰到过的 只有我们文学界的人 那我们文学界的人 写是最值钱的甲评花 那我去过他的书房 他那写的很清楚 就是一个字八万 那我当时在想 就先碰到两个事 第一说他帮我写副字 他就问我要不要写你的名字 我是知道如果不写我的名字 那这幅字可以卖钱 但那太无耻了吧 对不对 这个当然是我要他写我的名字 我努力 使自己也变得同样有名 将来也可以卖钱 但后来我就在想 他为什么要这个字 要卖这么贵的钱 后来他跟我讲了一条我就解释 我就通了 他那个书房里啊 摆了很多很多的出土文物 就那个冠啊 陶啊 近代的 唐代的 什么各种各样乱七 明清的匾啊 什么的 一大堆 出了名的 这个 我说你怎么来这么多东西的 他说那些人挖到了来找我的 那我说他们怎么 找你怎么样呢 卖给你 他说我买不起 我就给他们写个字 嗯 然后呢 他就说到我这里就到底了 他我不会再去转卖拍卖 什么都不会 将来我估计他大概也就准备 或者建立一个馆 因为西安现在就有甲平挖的一个馆 他很容易就把它放进自己的馆里 将来作为文物留下来 我一听说说人家拿来一个古怪 给他 比如说你要你要你真金白银 十万二十万拿去买文人嘛 也都不舍得 那我给你写个字 我觉得这个非常合理 嗯 所以他们名人要怎么样利用他的知名度 舍不舍得利用自己的知名度 我觉得这都是他们的事 这跟美术史没啥太大关系 假如我们今天 或者将来的人认为 讲评话的字真的是非常好 那字有他的地位 对不对 嗯 万一马云将来也变成艺术家了呢 那也不知道 马云已经是艺术家 我看他做的买卖 也跟艺术没什么两样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将心营造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斗拱 雪花唇生 将心营造 风雨变换 始终有我 太平吉祥 太平吉祥 保险就是保太平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文化之城 前缘之城 这个马云当然不只是艺术家 现在在我眼里 马云是企业家 艺术家 这个外交家 演说家 活动家 慈善家 呃 这个武林高手 太极拳 高手 对吧 这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个研究者 他他太多面了 现在的这个问题 还还就是香港人 你看香港的穷人 说出来的这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香港人最爱说这句话 这摇琴打一下呀 其实香港人就是认 有钱就是大 对吧 他倒更实在 你觉得 哎 我真的觉得 我不说马云啊 我就想起我们这位朋友 说我到门口 酒店门口抽烟 看见马云和他的几个哥们 走进来 他说我就看他们都是 什么身家的人 你知道我确实现在觉得 在许多个场合啊 哎 这是是不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啊 真的有钱就是老大 但是这只如一饭 大家众星捧月的那个 就是最有钱 你会不会站在他面前 或在隔壁 你就觉得自己比他低 就气没有那么 呃 我直到上个月以前都没有 我这个人直到上个月以前 我都挺直了腰板 有钱你也不给我 对吧 我完全不尿你那壶 但是呢 从这个月开始我腰塌下来 我也觉得 就是我也觉得慢慢的 你知道这个社会会对你有影响 你慢慢觉得他最有钱呢 那么 那又怎样呢 我我就会尊重他 这个 尊重他并不代表你不用挺着腰改啊 不是 我说实话 我就会对他有些亲近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一种什么势力眼的 也不叫势力眼吧 就觉得 嗨 贤贫爱富吗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我觉得 你们觉得贤贫爱富 你怎么不跟酒店门口要饭的 跟他聊会啊 你怎么 你怎么这个 你说贤贫爱富跟以前 比方说皇上要经过这里了 或者皇上下面的钦差大臣经过了 滑路疯掉 爬周围的人 那个这个时候 你看到这位皇上 或者皇太子过来的时候 你的态度自己有点 天宫下来的 这个有没有类似类比关系啊 但皇上你也没关系 你站得远了 你也可以对他没什么 不是光美 我跟你说 这是肯定的 就正如一个小女演员 他建一桌男的 他肯定可能会对那个大导演 或者那个电影公司的老板 不是说给人献媚 至少他觉得不要得罪他 或者跟他尽量搞好关系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这总是常识吧 古代人说的不卑不亢 上哪去了呢 啊 我说古代人说的不卑不亢 上哪去了呢 不卑不亢啊 不卑不亢 谁做到了 不是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我说的意思啊 也不是那种 为什么这个月发生什么事情 会让你改变了呢 不是 因为我 跑拍卖行跑多了 就是 首先我觉得啊 在今天这个拿金钱衡量一切的这个社会里 我觉得能挣到钱的人 确实我对他有一份佩服 他比我有能力 他能挣这么多钱 他就他有值得佩服的地方 而且往往你就发现吧 这些呃 挣钱特别多的人呢 他的确至少在经济这个领域啊 你可以多听听他的意见 投资方面 他都多听听他的意见 这个没有错 你知道 但是我说的这种心理啊 我已经堕落了 就不用说什么了 我是发现现在孩子们 就是90后 都有这种 那天我跟他们在聊这个问题 谁是富二代 他们就接近 在同学里 在在在朋友里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个人是富二代 就好比上说 谁不愿意跟王思聪交朋友 你明白吗 这没什么不难理解的 对 还拼命刷屏 啊 那个鲁迅 给 俄文版的阿Q正传写序 有一段话 非常精彩 因为关于阿Q 无数的争论 有人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落后的农民 有人说中国的国民性 有人说是世界都有的一种心理 对不对 精神胜利法 欺软怕硬 这个自欺欺人 鲁迅自己没有正式来讲过 我的阿Q到底是写什么 我们今天都知道 阿Q无非是一个人受了气了 这个气是上面给他的 强者给他的 他不敢对强者 然后他把这股气转到一个弱者身上 阿Q的基本心理是这样 所以有的人认为阿Q心理法是调解社会 促进和谐社会 但是鲁迅自己不这么看 他在给俄文版写的序里边 说了一段话是什么 他说中国人历来是有等级的 元代就人分时等 今天表面的等级制度不存在了 心里依然有 所以就有小说里这样的人 我理解鲁迅的意思就是 RQ心理国民心理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人在一个 社会的等级制度下的一种 生存机制 而这个等级制度 比方说在文革的时候 很清楚这个等级 你上面有革命干部 有造反派 下面地府反派 又一层一层 每个人都在 都在不同的等级里边 确定自己的位置 我本能的知道 我对什么人可以凶一点 对什么人我必须笑 我跟你说 现在全转化为精神了 是 这个在变化 我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 但是我从小到大 我经历了这一切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70年代的时候 那么对啊 接近的就是干部 对吧 接近的就是我党的干部 或者是什么 好 那么再到我大一点的时候 80年代的时候 接近的是诗人 那是最有名的诗人 比如说北岛 顾城 那大家众星 众星捧月啊 你就是 大 你就是老大啊 就是你靠哲学家 是吧 包括那个时候 谁特别红啊 好多研究哲学的人 都特别红 那个时候年轻人 就重视这个 那么到了今天 就是姚秦大一帅 对吧 有钱就是老大 郭敬明王思聪 有钱就是 包括你看 这股风潮 你推演下去 其实就是票房 你看电影 就是票房为王 写书的就是销量说话 别的你们还是聊什么呀 你们聊什么 聊扫不扫的话 你是不是完全是一种 这种东西了 但广美不理解呢 我也觉得可以理解 为什么 因为相对来说 在台湾 你让他说说 你张嘴 人家没说呢 你这个 呃 对 我的 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理解 就像您刚才讲了 就是说现在的阶级 可能已经是 转换到心理层面 那这个心理层面 其实不是别人附加给你的 是你自己心理的转换 这所有动作在你心理转换 不会有人在你身上 给你贴标签 就哪怕人家身上 像他老爱给我贴标签 他贴完我标签了之后 我心理的 所谓的阶级 我该在哪 我还是在哪 对不对 他标签我是什么 扩胎 什么 什么 什么贵妇 什么东西 但是我就觉得 我现在人家一问我 那天 对 人家一问我你干嘛 我是专业家庭主妇 真的 就是专业家庭主 我给我自己贴的标签 就在这里 对 你看 这下我们也就明白了 这个马云呢 或者像李嘉诚 他们内心的感受 他们可能也觉得冤得慌 我照谁惹谁了 我自己苦苦奋斗 对吧 此善款 我捐了那么多 弄个话 我都是为了保护地球 你们整天骂我这个 骂我这个 出了事 天津港 你们爆炸了 逼我捐钱 他也 我不就是个普通人吗 那我已经做了很多了 那么 可能也有这种感受吧 我不想 你知道你现在讲这段话 我脑海里出现 我第一次见到马云的那个画面了 就那天其实那个 第一眼没看见是吧 大家都坐着 对对对 就那天你以为是饭后大家的那个餐具 我也不知道原来那个马先生在那里 然后就是 就是 马先生特别的安静 他特别的安静 然后你就看到身边有很多所谓的这个 那个 高大上的人啊 就是各种的 很厉害的人 各种身份的人 就各种的抱大腿 我就会觉得 这哥们怎么这么淡定 他身材很娇小 这旁边各种高大上的人 就是 你就恨不得那些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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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树熊一样的抱在他身上 人特淡定 该喝红酒 喝红酒 该吃 那个 该吃那个 对 西班牙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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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腿 就吃火腿 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气场 不然能怎么着呢 我相信你应该就不会是这样的 对 我就架不住了 我肯定 昏过去了 咱们亲爱广告 枪枪三人星广告之后见 好 现在轮我讲讲对这个事看法 我 我现在觉得吧 就说 这是一个没有边界 没有底线 没有原则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 每个人都有这个 符合法律以内的自由 也就是说 这事 他爱怎么玩 完全的无可厚非 还说的 拍卖的事 拍卖 对 就是有人愿意卖 有人愿意玩 有人愿意买 做了善事 咱们应该赞扬 如果你觉得他糟蹋了艺术呢 那么这个事吧 我觉得 是他自己的事情 对 你知道今天啊 我 我最近有一个 我说这个为人处事 叫自担因果 就是有时候 别人很难去评价你 对吗 比如说 很多明星都写书法 都都卖钱 对吧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啊 寒碜呢 寒碜只有你 只有你自靠你自己感觉到 每个人都有一个寒碜的底线 对吗 比方说 我不说别的啊 我也是没有文化的 比方说 我也可能也想写点毛笔字 哎 真的有人说 你说我这也没什么名气 现在拍卖行 就有人说 说你也算有点名啊 你你写啊 你写啊 你写就有人买啊 就你你最后就能有 你卖一张几千块钱 也是个价钱呢 对吧 可是你知道吗 比方说 我天天在看王羲之的这个字 我在看这个 中国的晋唐宋元的这个名家的书法 我看多了之后啊 我心里有个寒碜的标准 就是说 你就是曾凡志 你就是毕加索 你要跟我合作一个话 我脸上挂不住的 我 可是呢 我对我自己这样要求 可是我也完全理解 您 您也许也有一个标准 就是可能以他对书法的了解 说我这把字不错 或者说也挺好 也可以拿出去见人 那么这是 我就发现个人自定底线 就是他有一个 那很多这个明星 他都觉得自己的字 可以拿出去给大家 那说明他有这个自信 但是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是依据于你对艺术 怎么说呢 你的理解和欣赏 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当然这里边有问题特别复杂 甚至还有像那个谁啊 那个有个人叫什么呢 杜上 那他可能他有一种颠覆艺术的想法 那就跟文革那个宏卫兵似的了 那那什么艺术啊 拿小便池 倒过来挂上去 这就是我的艺术 他也有这么一种观念 所以现在都很复杂 我就认为就是个人的寒陈 只能靠你们自己知道 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就是说 有这么一件事情要发生了 贾平方先生写了写了字 刚刚你说你帮 由邓文涛把这个字给表了框之后 这幅画可以卖三千万 这幅字画可以卖三千万 而且这这笔钱 就是说这个是已经笃定有人会拍的 你不用管多少钱 而且这个钱完全用于慈善 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我 只是去表框而已 比如说对我来说啊 表框这没关系啊 表框他要是让我画上两笔啊 我就认为就比如说人家像 就说人家像说马云 方法是很多的 对吗 马云就是哪天打个毛衣 我估计也能卖几千万 他拍卖 因为他你是他是以人吗 他不是以他的这个这个这个意吗 名人杀尿能不能卖钱的 哎 您那您是杜尚 您是那您是这个 精装怪 当代 当代艺术的这个这个水平 精装怪 不是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一个有共识的标准 我们只能个人行使个人的寒碜 你比方说这有时候你就很难理解 十年前光美 我咋觉得这事情就特别好 你为什么就觉得人家寒碜了呢 不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说十年前 我连拍广告 我都觉得是寒碜 丢脸的事情 丢脸 但是很多人拍是光彩的事 这个东西你只能彼此尊重 你现在还觉得寒碜 现在我改了 我现在想 想拍没人找了 再过些年了 机会 都没人理了 对 您的观念不调整 您算没机会了 您这现在有价无事了 我现在 我现在卖肉都可以啊 太阳不是你的了 所以关键贾先生找你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上吧 对